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没看见公司都都在家里了 那公司还是在家里 我到现在一直也没见过的公司卡 你们现在看到坐在我们对面这个世界冠军 它是双较世界冠军 竟然没有一个自己单独的卧室 超级访问带你零距离接触 陈一斌 2012年8月6日 在伦敦奥运会体操男子调环项目中 陈一斌以0.1分的差距 无缘该项目的冠军 在赛场上 陈一斌顽强拼搏 动作完成精益求精 在生活中 他是一个性格开朗 爱好颇多的大男孩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08年 陈一斌做客节目的片段 我觉得他好可爱 你只有20岁了吗 24 哎呦你真嫌小呀 他说你那个他喜欢你那个酒窝 你有几个酒窝 小时 小时有两个 小时有两个那个呢 大了 干了 这个陈一斌小的时候 我听说因为我没有看到照片 听导演说特别的可爱 要不要我们一起来看看他 小的时候照片 等一下 这张照片是我们从父母 那个相册的死模印模 给拉出来的 说从来没有在媒体曝过光 这张照片你看完了以后 连性别都要开始怀疑了 真的呀 我们坐着一起来看好不好 看你小的时候几个酒窝 我们来看第一张 哇 那个小姑娘好可爱 小时候家里都把你当 当女孩的打扮吗 我妈比较喜欢女孩 所以老给我点个红点 带个花 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差嘛 有的时候那个两鞋 是我姐小的时候穿的 然后我就说这个不行 那还得穿 然后会被别的小女孩笑 然后就就就不 死活也不穿 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 天呐 你十岁穿着大花毛衣在床上倒立 拿大点啊 我五岁半开始练习槽 应该几个月就会 应该会倒立了吧 那床上床是软的 你也能立得住 对 就是练这个控制力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张 哎呦痛舌头 这是你习惯性的动作 没太注意过 我也没太注意过 没太注意过 我特逼着她想来一下呢 来一下 哎呀 还不错啊 出生于天津的陈一斌 从1989年开始体操训练 2005年开始在国际比赛中 展露头角 2008年陈一斌获得北京奥运会 团体冠军 男子调环冠军 现为中国男子体操队队长 好 欢迎陈一斌来到我们的节目 哎 熟悉我们的节目 都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所有的嘉宾来都有水 放在旁边 你是世界冠军 我们不敢随便放 因为你们不是要经常咽尿吗 因为半年前 我们都不可以出去吃饭 一直都在都在 看那个菜里面的东西有问题的 对 那有没有什么零食什么都不让吃呢 我本身自己挺爱吃零食的 嗯 你爱吃哪些零食 薯片啊 巧克力啊 反正就是越爱发胖越爱吃 是有营养 甜水也不让喝 甜水也不让喝 可乐啊什么都不让 就是备战之前那段日子 是不是挺苦的 对于你这么爱吃零食的人来讲 相当苦 所以呢 我们希望每一次访问 也是一次做客 今天呢我们就准备了很多的零食 那你能吃吗 他不能吃 他们吃啊 熬运会以后 这一段好像把 熬运会前不能吃都吃了 都能吃了 你随便拿 都能吃了 都能吃啊 好 上菜 来 饼干新铁饭 我们先看看 我总感觉好像有点像超市里卖那个 对对对 这个是这个薯片也先尝尝 是不是你喜欢吃的那种 嗯 好吃 嗯 又是 还有小鱼 不是 他好厉害 他一口就吃出品牌来 那你知道这什么味儿的吗 这是红椒番茄味 是不是你也是 我每天晚上看电视前横着一包 像这薯片你一般一吃最多 最多一次能吃多少 看心情啊 那时候那个心情不好是会吃很多 就是化美制饼干想吃哪个 我要吃韩美的 你比奥运会的时候胖了多少 我平常训练的时候体重是在114和115之间吧 嗯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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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已经很 那时候应该是很体脂已经很薄了 那时候浅就是就是饿了 那你多再吃点 可以吧 我觉得我看他 是特别有母性的那种感觉 来 再吃点 他刚才说想想喝 他喜欢喝甜的 那么我们现在问一下这个 他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 回忆一下 我最喜欢喝奶茶 因为我知道这有一段故事 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喝一个 叫新棕林对不对 对 对 我们都喜欢去 你讲讲那时候好像是听说你没钱 然后还喜欢喝 所以很折磨你对不对 第一次喝新棕林是在哪一年 几岁 是在01年 刚来国家队 七年前 嗯 过来国家队的时候 家庭条件很差 然后我也没听说过新棕林 但是跟我一组的一些大哥哥 他们去就是说训练练以后会告诉我 走一起喝新棕林去 当时我就没有意识 就不知道是什么 就跟他们去了 去了以后感觉一看财单 我说还有原来有20块钱一杯 25块钱一杯的奶茶呢 怎么钱还可以这么花 对不对 我那天只是喝2块5一杯的那种 相当好喝 相当好喝 但是这个次就是第一杯喝完了到第二杯喝 中间隔了多久呢 应该有一直到06年了吧 5年 为什么后来这没去过 觉得太贵了 没钱 不是说太贵了 就觉得自己没钱对不对 那时候爸我妈就是 因为我们还没有工资 天天堆 然后我一个月大概有200块钱 300块钱 零五千 那你的工资是从哪一年开始有的呢 大概才04年 04年 04年出成绩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要工资 都够在家里 想不想喝奶茶 想喝奶茶 今天呢我们让你喝够 好不好 来 吴有请 你给我们坐过来 一斌最喜欢喝的就是这个奶茶 今天我告诉你 你想喝多少杯都行 喝一杯倒一杯 喝一杯倒一杯 我们来看的同时 你慢慢弄 我还想问一下 本身 你弄吧 本身喜欢喝奶茶 是跟刘若英有关吗 因为刘若英的外号就叫奶茶 刘若英是我喜欢的这个歌手之一 为什么突然说到刘若英就结巴了 这应该算我的那个偶像了吧 导演说问过妈妈说 妈妈说你带着爸爸妈妈 特别还跑到天津去看刘若英演唱会 对 你喜欢那种女孩是吧 对 长得很长 奶茶调好了 来来来来 我们品尝一下啊 来 别这样子 别这样子 感觉跟那个七年前味道一样吗 好像比七年前的蛋 没有以前那个体验 可能是感觉问题 对 真的是 哎 没加糖 没加糖 对了 忘了加糖了 好 酷了 我 果然是酷了 你给加点水吧 我要加点水 还很茶 我要几天呢 被我弄过的东西就没法吃了 再来一点 来来 我们再好好品尝一下啊 好 吃不了 所以人要有一个梦想 哪都是一口吃的 哎 现在我是导演 你拍广告 你喝完了呀 哇 那种啊 来来来 一 二 三 太好喝了 好 那我们非常谢谢先生 你们好不好 然后给一斌带来 这种美好的回忆啊 谢谢 好 从我刚才的聊天呢 我发现 一斌一直到了20岁的时候 还过得很清平的生活 是没工资的 那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呢 六百吧 六百 够花嘛 我都没看见工资 都搁家里了 那工资卡也是在家里的 我到现在一直 也没见过我的工资卡 就是那个卡给爸妈 他每个月就把那钱存进去 到现在都没有见到工资卡 真是好儿子 当时家里的条件是不太好 所以才需要你的这样的一个资助呢 对 一直属于比较 条件比较差 别的运动员有没有 比如说收入挺高的时候 你小小的心灵开着 我还是羡慕 我要向那儿 能挣那么多该多好 有没有那样的时期呢 有啊 一般不能比 一比的话 就感觉就不想练了 羡慕的就是说 大家都练得一样 也许我比他练得还苦 不是说成绩怎么样 就是说大家 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 可能有的城市条件比较好 像大家都知道 广东比较有钱嘛 可能像冯金虹一个月的工资能 广工资应该能顶我半年的吧 他们就属于工资就是广东省出的 你的什么天津出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当时有没有想去广东吗 对 要他肯定会想 我肯定会想 我17岁就跑广东去了 但是我知道后来你拿到了一笔数字 可以说是生活得到一次真正的改善 是八万块钱 那钱怎么来的 就是市井赛 就是市井赛叫黄冠军 然后国家奖励 生活中生命中第一次得到八万 给我讲讲知道这消息 你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觉得有钱了 你八万块怎么花 给家里了 我自己留了大概两万块钱吧 妈妈拿了那钱说 这钱我们不会给你花的 留着给你娶媳妇 家里真的会说这样的话 真的是 说了 对我就说你们拿着 就给家里买点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一般都是会说 我会给你存着 以后 以后你用钱的地方 还有比较多嘛 你当时有没有自己 特别想买的东西 请客吧 请客花了挺多钱的 还是因为钱给你老吃吃 因为成为世界冠军了嘛 好多人都说 成为世界冠军 也不请客吃饭 就请啊 请啊 请了好多顿 我相信这次拿了世界冠军 应该有特别想买的东西吧 这次 这次当然是想给家里买一套房子 买了吗 一定能买啊 冠军了 到现在为止 还没得到一分钱呢 还没下发呢 是吧 对 那等于从你拿到世界冠军 到现在你爸妈还住在那套房子 一直到这么多年 一直到现在还是这套房子 那套房子有多大 28平米大 你们现在看到 坐在我们对面 这个世界冠军 他是双料世界冠军 嗯 竟然没有一个自己单独的卧室 所以今天我们 戴军 我们是不是能看看这个房子呢 对 我们今天导演带着我们 来到了陈一斤的家 爸爸妈妈呢 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好 我们去一趟天津好不好 去看一下 呀 呀 我还没准备好呢 那一小区是这样的 我先用一个天津话开场 然后介绍我们现在 已经在天津的某小区 不能讲中是哪个名字 就是来到了我们奥运冠军 陈一斌的家 然后呢 导演已经跟他父母取得联系了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 准备带大家一块进入陈一斌的家 哎 过来那叔叔 就是陈一斌的爸爸 叔叔你好你好 我刚才说 不是叔叔下来接我吗 我们的特派员燕燕 刚到楼下准备开场 却恰好碰到陈一斌的父亲 真是无窍不成书啊 在叔叔的热心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世界冠军陈一斌的家中 咱们这个家是多大呀 嗯 27点多 27点多平米 对对对 我刚才看了一下从里到外 就是叔叔阿姨肯定是住这间房 那陈一斌回来的话 那他住哪儿啊 陈一斌回来 就住那儿 就住那个 那这沙发能打开吗 这是沙发 对 过去他在的时候 原来是一个那种检疫的 就打开门做 那个叠起来就是沙发那种 那沙发都已经散了坏了 后来他也走上官家队了 在陈一斌的家中 我们随处可见 与陈一斌有关的物品 而眼前的这幅世界地图 也是最让陈一斌的父亲 感到骄傲的地方 这个世界地图 你们也是为他那个买的吧 原来你看啊 我画了红圈了 画了红圈 这是他去的地方 哦 这样的 你知道这样吗 澳大利亚 这是一道巴西 巴西 从中国最软 澳大利亚 这就是河德斯 打卖可能是澳洲的 法国都画了 法国都画了 对对对 他都弃了 这就是 西班牙也画了 对对 哦 叔叔太用心了 我们再往里面看看啊 你看看一进来就是 到处都是 不但有各种奥运的气氛 连福娃 这些全都有 而且我们看这边有一个 很厉害的展示柜里面 全部都是奖牌 叔叔阿姨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都是什么时候 拿的一些奖牌呀 上头那一块都是国内的 就是全国情表赛 哦 各个这就是团体的胆像的 嗯 中间那部分都是国际大赛 体验也都是 你估计 那家里要是一来客人 叔叔阿姨 叔叔不就得啊 讲解一遍 这个是国内的 这个是国际的 跟家人讲一下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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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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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知道了 你乖乖乖的 来了 想一遍 他不上哪个对哪个走 提起陈一斌 最让父母赞不绝口的 就是他的孝顺 而陈一斌 不论走到哪里比赛 都不会忘记 为父母买些实用的小礼物 他爸爸买的 买酒 买酒 买的 基本上这酒 都没怎么动 叔叔叔是平时喝酒 还是挺爱喝酒的 平时反正也喝酒 喝点小酒 喝 那他买这些羊酒 您买这是捨不得喝呢 还是 我一个是捨不得喝 一个是我也不愿意喝 愿意喝 但是 我觉得这样留的 更近一点 那按您怎么说 您每一瓶都捨不得喝 这有多少瓶 就说明去过多少个国家 是是是 这是给我买的 这是我来选个 戒指 给我买一盒 情侣借 是 这是这个水 这个最长 这还是他 你应该说是在 2004年吧 就是 就刚刚开始有了工资的时候 他订的那边 刚刚第一次有工资的时候 给我买的 景泰兰的手桌 手桌 手桌 这是小桌 这是一套的 金桌的 这是一套的 这是一个项链 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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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套的 阿姨带过吗 嗯 就带过一次 又舍不得带 我怕丢了 在什么场合 是很浓动的场合吧 戴这个 对 就清宫的时候 清宫的时候 清宫的时候 下次输了阿姨 阿姨就披金带银的 全是全一斤 买的 拿几瓶洋酒 全是清宫的时候 才舍得拿出来 陈一斌的家虽然小 但很温馨 这里记载着她 每一步的成长经历 我们也祝愿陈一斌 能早日实现自己的愿望 为父母买下一所 我心爱的大房子 我相信啊 所有的人跟我一样 感受到的是 28平方米的一种 真实的幸福 对 刚才我看很多人 眼里都有小泪花 我觉得男孩子 给父母买东西 本身就很 让我们觉得很不容易的 而且我觉得他那么孝顺 我们给他鼓鼓掌好不好 而且我觉得 艳丁 我看到你送那些东西 妈妈都收着 是不是挺感动的 挺感动的 但是 像那种消费品 就是香水啊 洗面奶啊 孤肤品啊 我妈 这次也没展示出来 还不满足 你还会给妈妈买洗面奶呢 她没展示出来 但是这次 就怕我说她 因为都是新的 不管是从几年买的 都是新的 哇天 都过了期了 看已经过了有孝期三年了 她还放在那里 其实是一个纪念 对吧 那那个 怎么会想起给妈妈 买那么多金饰呢 从小到大 其实 是对家里的爸妈印象 不是特别特别深 最终 知道我爸 知道我爸就是说 她喜欢抽烟啊 喝酒啊 最晚还知道送什么 但是我妈 其实我不是太知道 她特别喜欢什么东西 所以 你送的都是女人最喜欢的 女人永远不会拒绝 护肤品 首饰 随便都难看的 她都会要真的 连我都是这样的 你只要说真的假的 只要给我我都要 我说首饰啊 没说护肤品 哎 我觉得 我特别想听听 一斌爸爸妈妈 是怎么评价你的 今天呢 我们就把二老请到了现场 我们掌声就请 Ai 来 来 上一下 阿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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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哎呦 您那个没把酒带来啊 好 阿姨 哇 大家没有看到 那个一斌妈妈戴的是 刚才的这个金项链 对呀 儿子戴金台 妈妈戴金链 这是孩子一份上眼吧 对 您这孩子太孝禀了 当时收到的时候 第一想法是什么 尤其现在再来讲 真的还能有这份孝心 真的确实有一点感动 这么贵的东西 为什么给我买 这个儿子给买礼物 不在于贵贱吧 真的就是孩子的一份心意 我看您两位 真是以这个儿子为骄傲 那就这一次比赛 其实是特别受世人瞩目的 那天您两位在哪看的呀 调环比赛我们去的是现场 去哪里 就北京 对 去的国家体育馆 国家体育馆 去现场 你知道你妈在吗 我知道 我给找到票 你不紧张吗 当时可能紧张是比赛吧 我只能说你的心理好 他们的心脏好 到现场那天吧 就是真的是那个特别激动 现场就是那个观众啊 那个那个呐喊欢呼啊 真的让你真的就是 不由得你不跟着大家一起 那么兴奋啊 特别让人感动 一开始特别紧张啊 紧张的都真的手都钻出汗来 然后一瓶比完了以后 啪一揭晓他的分数最高 你们两个当时什么状态 我真的挑起来了 我又拉在旁边的人说 那是我 真的 没有 因为我旁边坐 他是他们老师 那个就是他们的心理老师 还有也是有他们队里的 一些那个人 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跟着一起欢呼 完事以后 等于他下来以后 就是领完奖 从这儿过的时候啊 我就跑到前台去了 带了一遍国旗去嘛 给他扔下去 那时候大家才知道 他把花给我扔着 从底下给我扔上来的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表示祝贺什么的 据说爆料是 在我比赛的时候 就是准备上场的时候 我妈拍着旁边 喊 喊喊 加油 奥运冠军陈怡斌 首度遭遇媒体评论 何文娜 舒畅 各种关系 陈怡斌现场逐一爆料 何文娜 特性思 媒体拍到你送他 从酒店送出来的照片 没事 你记得了 你记得咱俩就走 电梯 然后到了一楼一开门 就开门 书畅这个新闻我看了 跟你一起逛香港 那这个事儿大分 当时就是先发短信说 我舒畅 然后你说我陈怡斌 说走咱俩去香港 我那以后他们一直跟着 我就觉得很烦 后面有多少人跟着 十两十两个 全世界的女人都没了 就剩这三个 刘若英 何文娜 还有舒畅 为了拯救世界 你必须娶其中一个女人为妻 你会选择谁呢 否则世界末日将到 可以不可以 超级访问 带您零距离接触 陈一斌 敬请收看 你开始喝百分百果汁了吗 会员百分百纯果汁 一口一个真水果 纯水果 无添加 你开始喝了吗 爱健康 从会员百分百开始 乐风网四周年庆典 换款正品发动品 感恩贵馈 新闹入货 2012年7月2日 请宣传 满两百 反两百 赶快登陆 乐风网 抢购吧 美丽 触手可及 我是Kevin 我是梅林 我是小P 我们都在乐风网 万款正品 超级低价 买化妆品 就上乐风网 网购正品化妆品 为女性美丽护航 两位 你们能回忆一下 就这么多年来 她连续和你们住在一起的时间 最长是超过几个小时 最长的就是这次完奥运之后吧 待个再回天天待了两天吧 两天半 其实我现在正 我亲眼没有回过天天 陈一斌的个人生活 想要碰一下 什么生活啊 因为她爸妈根本不知道 她在北京过得怎么样的生活 对不对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给大家很多新鲜的 大家很想知道 陈一斌平时训练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来看一看 好 大家好 我也是刚睡醒 刚起来 然后感冒了 所以非常难受 然后现在大家 大家 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房间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这就是我平常睡觉的床 这个图案是 有点卡通而已 首次充当起义外经处持的陈一斌 看起来还有些腼腆 而当我们问起义 为何他的房间会有些凌乱时 陈一斌便大方地告诉我们 其中的原委 我们准备要搬家了 所以这个工艺进行装削 所以大家看到我这个分子是非常非常乱的 平常这时候还好 平常这时候应该很整齐了 像这是我的烤面包机 然后咖啡糊 因为我比较喜欢喝咖啡 因为我早上起来会 有的时候就不去时常吃 会自己 自己用咖啡糊煮咖啡 然后买一些片的面包就在房间里 解决得早点 那我平常就在这里 这里上网 在这里写博客 因为我一般都把一个笔记本 放在这儿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躲在这里趴着上网 写博客 我来挂队七年了 几乎是没有 我大家也知道 我家里是非常非常小的 然后就28平 几乎来挂队七年 所有买的东西 全都在放在这房间里了 应该很满很满 从来没往家里拿回东西 探秘完陈一斌的宿舍后 我们的外景小组对陈一斌 堆在地上的信件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这些都是 我支持什么 给我写的信 这些还没有拆封呢 还没来去看一个两天 比较忙 太少了 这也就是两天吧 收到的信 然后应该很厚了 从我比赛 别看陈一斌的房间不大 可到处都摆满了 逼迷们送给他的礼物 豪爽的陈一斌 也在第一时间 和我们共同分享起 刚刚收到的神秘礼包 我现在还没有打包呢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因为马上也到 快要我生日了 12月19号 我的房间来看 应该差不多了 很凌乱 但是很有生活气息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非常非常 那么空旷的房间 我想大家应该为了挺寂寞的 但是我现在 给大家介绍一个 两位 我最好的朋友 大家等一下 对于陈一斌来说 以下将要出场的两位 可是他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超级好友 你能猜得出来 他们是哪两位吗 这两位朋友 就是大家 一直都想看到的仓鼠 说起自己的宝贝仓鼠 陈一斌不仅得意地 向我们炫耀起 他专门为这两位 超级好友 制办的玩具 就是他的那个滑轮 它可以 其实可以在 在里面 里面玩的 这些东西 我们那些 炉子里其实也有 哎 真是没想到 赛场上 如此潇洒的陈一斌 却被一个玩具 困住了手脚 经过长达 十几分钟的组装之后 我们终于看到了 这个画面 今天其实他表现很差 没有跟平常 跟我在一起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这么放得开 这两个都不像我 而在今天的节目中 陈一斌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邀请兵迷们帮帮忙 会是什么事呢 请大家注意了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我的两个宝贝 但是呢 但是他们两个 没有名字现在 我希望所有的 银块 还有我的一些兵迷 帮帮兵啊 能够 能够 把我实现这个 小小的心愿呢 对他们俩起一个 非常非常 好听的名字 刚刚参观完 陈一斌的宿舍 现在超级访问的外景小组 马上带你走进 中国体操队训练的大本营 带你去看一看 陈一斌训练的地方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 训练的地方 体操馆 然后 你可以看到那个 那边 也没有这个 那叫什么呢 标语 标语 是吧 野心同胞 分发图强 重复开始 分歧之中 我那四年 从那四年 冰到雅典以后就 就 这四句话就 一直激发着我们吧 就是这四句话让我们 从08年又回到一个高点吧 说起每天与自己朝夕相处的 训练吊环 陈一斌对他的感情 更是深刻到了极点 我现在看到这个吊环就是 我平常 在力量的吊环 就是专门在力量的一个吊环 通常就是 练习奥运会比赛的成套 完整的成套 都是在这个吊环上练的 感情非常实际 我从06年的 就一直的感情 然后就是太晚了 虽然我感到 还能够跳两个 还能够跳两个 很有意思 忽然阿姨有去过 他的这个宿舍 和训练的这个馆吗 馆里头没去过 没去过 这也是第一次看到 对 其实你刚24岁的年龄 在那个体操上面 已经拂下了19年的时间 挺不容易的 身为2008年奥运会团体冠军 调缓单向冠军的陈一斌 事业上备受媒体关注 而近期媒体的关注焦点 却从陈一斌的冠军身份 转移到了他的个人生活中 与蹦团冠冠荷文娜 澳门结伴夜游尴尬被拍 与著名演员舒畅 香港逛街被狗载队偷拍 各种缘由 陈一斌现场首度回应 因为这段时间奥运冠军 产生了以后 很多媒体记者跟他后面 拍到了很多照片 三张照片我们先来看一眼 来 有刘若英 知信型的 妈妈知道一斌喜欢刘若英吗 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他带你们两个去看他看演唱会 有种变相相亲的感觉 你们都没觉得吗 神经啊 十万人呢 怎么相亲才相 好 我们一个个问 第二个是何文娜 何文娜 这是笨床冠军 媒体拍到你送她 从酒店送出来的照片 这个去买东西是真是事实 何文娜跟我说 她说我还有好多东西想 就帮朋友去带了 都没有时间去买 我说我们十二点才关门呢 十二点我们才关门呢 她说那还能出去 我说你跟黄岛请假 黄岛肯定同意让你去买 她说刚要走呢 黄岛就看见我了 就去找我们几个人 结果都不在 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就我在房间了 然后她就说 黄岛那个 她一个女孩去逛街 那么十一点了晚上 也不方便 那个有点危险怎么办 你就陪着她一块去吧 然后我就 行去吧 你当时是不是心里 特别不想呀 我当时心想 怎么都不在呀 你心里特别高兴的人 嘿嘿 怎么都不在呀 到电梯的时候 我还跟她说了 我说楼下肯定有记者 我说反正我跟她说 反正没事有记者就有记者 咱俩就走 赶快买了赶快回来 她说好 我们俩在电梯 然后到了一间楼一开门 然后我们俩就刚说两步就哐哐哐一组照 然后她一下就慌了 反正就走了 当时我就感觉怎么回事 阿姨叔叔 如果她喜欢何温娜 如果她喜欢何温娜 何温娜也喜欢她 你们会接受这样的儿子的女朋友吗 那可能说她自己我就是随缘吧 随缘 随随随缘 舒畅 舒畅这个新闻我看了 跟你一起逛香港 那这个事大分了 这事怎么回事解释解释 比原调环决赛吧 比原调环决赛 谁说是谁 就是当时 谁给你介绍 我的一个朋友 我的一个朋友 介绍 给你介绍一个女孩认识 她很漂亮 我说好 然后就认识了 当时就是先犯短信说我舒畅 然后你说我陈怡斌说走咱俩去香港 她说舒畅 当时我就舒畅是谁 然后我也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这个女孩长得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是谁 然后她说 她就说你可以去我的博客 你去看一看 然后就去阿姨村博客看 原来她是出场 原来是个演员 后来她就说她 我说我过两天去香港 那个要去做活动什么 你去啊 她好像那几天也是刚拍完一部戏 去休息 那我说那你就过来香港玩吧 还挺好 后来你们就在香港见面了 因为第一次见面 而且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 就是逛吧 逛完以后 果然是有像狗仔队 你知道那次拍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大方 就拍就拍吧 我们俩站好了 我说那你 你们还站好让他们摆造型拍啊 拍那个狗仔队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 真的因为我们去逛 摆拍啊 但是逛街以后他们一直跟着 我就觉得很烦 他们有多少人跟呢 有十多个 就十多个障碍机和摄像机 好浩浩荡荡荡的 全世界的女人都没了 就剩这三个女人 对 你必须 国王命令 你必须选一个为妻 你会选择谁 我可以不回答 为了拯救世界 你必须取其中一个女人为妻 你会选择谁呢 否则世界末日将到 刘若英 何文娜 还有舒畅 以及李静 你是哪一行啊 姐姐行 对 姐姐行 爸能生李静吧 爸爸是化碟危机公关的高手 那今天我们这里有一段 就是陈一斌 就是在体操上面的一个集景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片段 我们来也来激励一下我们每个人 把这种精神发挥到我们的行业当中去 我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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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客热点人物 哎呀 那么大声吗 这个客人 哎呀 哈哈哈 农村小伙 一夜成名 苦闹多 我一回到老家 家在我们邻村的 哎呦 我刘大声又缓老婆了 很多绯闻就是 你现在也是整天在一起 是你不放心他吗 不是 是我不放心他 你开始喝百分百果汁了吗 会员百分百纯果汁 一口一个真水果 纯水果 无添加 你开始喝了吗 爱健康从会员百分百开始 欢迎来到静佳美丽王国 给脸做瑜伽 静佳碎底提拉紧致面膜 特有挂耳设计 B型小脸美丽绽放 静佳畅想自然能量 我们都在乐丰网 乐丰网四周年庆典 换款正品发动品 感恩贵贵新闹入户 2012年7月2日 请宣场满两百反两百 赶快登陆乐丰网抢购吧 好 朋友们到合员国 这超级访问 今天说到高手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 这一位可以说是草根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高手就隐藏在民间 这就是民间出现的一位高人 那今天的热点人物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草根歌手刘大成 在2010年中央电视台 星光大道节目中 力压夺冠呼声 投高的去日阳刚组合 获得总冠军 新光大道 2011年年度 总决赛冠军的是 刘大成 好 勇请嘉宾的会唱者颁奖 之后刘大成受邀参加 歌到电视台的演出 迅速走步 在舞台上 农民出身的刘大成 用朴实的性格打动了观众 用歌声唱出了农家人的生活情感 这给你定好的位置 你不能走 虽然你喜欢我 你必须坐在这 大成是10年的年度总冠军 新光大道 那家这节目一播完火了 大家看一下 对 11年到12年 参加31个电视节目的录制 11年到12年 参加18个晚会的录制 我跟你讲 他录的这个里面 大部分是不挣钱的 因为录我们这种电视节目 我们怎么可能给你钱呢 对吧 要我们上就不错了 五十倍这么好 顶多给200 对 负责堵车的时候 买个车 买两个车 买个冰棍是吧 是吧 大成我没说错吧 说得没错 所以我听说你现在 还在租房子 对 我现在在北京南南附近 租的房子 你是 你为什么不去买呢 我觉得现在我租房子 已经 租的房子已经非常不错 租了一别墅 不是别墅 还有一个 我吃了一个 三十一厅的 三十一厅 还行 不错了 因为我01年来北京 我是住地下室 260块钱一个月 你住哪儿 他也住过地下室 我在亚恩村 加利大厦下面住 必顿比我好 你住哪儿 我当时住在瓷器口 你的地下室有窗户吗 没窗户 整天睡觉 不知道是几点 刘大成 1978年出生于山东几宁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因为自幼喜欢唱歌 并不富裕的父母 特意借钱 让他去培训班学习声乐 结果被骗 从艺术培训班退学后 刘大成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 在一个牛肉厂打工时 刘大成因为出色的演唱技巧 被调到集团旗下的一个酒店 成为了服务生兼歌手 专门在给客人上门菜后唱歌 你当时唱什么啊 蒋大为了 你唱两句讲大嘞 牡丹之歌吧 牡丹之歌 你还起碗 我也叫发宗呢 牡丹之歌 牡丹 白花匆匆醉析 阿牡丹 从将 Treaty最庄框 有人说你叫美 叫美的hail 上面哪有这样疼吗 有人说你负贵 他知道你曾立即平衡 啊不当 啊不当 他知道你曾立即平衡 唱完了你没注意到小动作吗 在星光大道上的一夜成名 让刘大成真切品尝到了走公的滋味 经济收入也有所提高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出名后一件件烦心的事 也接踵而来 你为什么成名了以后要换老婆 我没有 我看到好多媒体说 你看大成你看少年老成 对吧 这样一把年龄四十多岁的人了 为什么带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说你换老婆 没有 没有 因为我和我老婆是同岁的 都损码 但是我又长得比较老 你没长好 我没长好 我长得比较着急 我已经回到老家 很多家的我们邻村的 我领着我老婆回家了 他就把老婆打扮了 画得糟糕了 然后他又刘大川又换老婆了 很多绯闻就是 有本事 你把老婆证明给我们看 别来了 真的来了 我和老婆 是挺嫌小的 来 我先欢迎一下 老婆真的是又年轻又漂亮 你听到这种传言了吗 你什么反应 没 没什么反应 我们现在也是整天在一起 走哪儿 我都跟着 现在整天在一起 啊 跟着跟着 经纪人 是吗 是你不放心他吗 不是 是我不放心他 哈哈哈哈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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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婆现在等于算你的经纪人 就什么演出都找他联络 对 他累不累啊 他原来是做童装生意的 在我们当地那条街上 他干了一个小童装店 干到最火的时候 生意最好的时候 我参见星光大道 他把那个童装店 就盘出去了不干了 就是跟着我 因为每次好像看他 好像看不清楚一样 所以说他老婆就是 所以说他很 因为他很会卖东西嘛 所以给我当经纪人 你确定你老婆长什么样子 你都推定了 你说心里话 你知道你老婆长什么样 他一直在瞇着往那边看 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一个疑问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说你老婆 又年轻又漂亮 他说是我老婆嘛 他一直没觉着 没有 但你有没有听他说到问题的重点 他老婆是卖童装的很会卖 现在不卖童装就卖他了 对啊 那我想问一下成名之后 你自己现在最大的困惑和烦恼是什么 就是我四遍八方的人都来找我 这方面很困扰 对很多 请你吃饭啊 你说你不去不给人家面呢 你去了以后 你下了黑期就要陪他们吃饭 吃完饭演出 演出完了还要陪着吃饭 对 还有很多合影 其实跟观众合影还行 因为我听你说一开始 合影你挺高兴的对不对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人跟我合影 那是人家喜欢我 对 那观众特别喜欢你才可以合我 一个一个的都满足人家 然后时间长了不行了 我感觉这样太累 要是 累是一问题 大量的女粉丝上来的时候 你老婆作为经纪人在旁边 她什么表情 有拿一个狼牙棒吗 没有 因为现在的女粉丝 她不是这样合影 我们来俩 她都是这样的 我们随便找 我们随便找俩 找俩 对吧 好 来 再来一个 来俩就行了 我们要看看那个 一左一右 把她夹在那里 今天我们请到的 明星是大成 然后今天有她的粉丝 来我们随便有 别客气 随便很客气 我觉得 这两位是很客气的 您让一下 有没有这样跟你合影的 没有 没有 有的 有的我们见过 有的这样的 但是有大妈上去就听我们 这样的有 这样的有 这样也有 你演一大妈 你演那个 你也大成 我大也大 好 我也大成 你演大妈 大妈来了 哎呀 那么大成吗 这个客人有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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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去就亲吻 对 上去亲你不好 上去就吓吵 谢谢 对对对 亲吻就是大妈呀 您希望的 跟你的想象有出入是吧 不是 不是想象有出入 不是不是 我觉得我不管是大妈 你听不清他就是 谁信我 我觉得都 我都感觉很高兴 确实有 他又换他老婆 年轻的人 年轻的女孩子 就是找我过来喝照的时候 都说 因为我妈特别喜欢你 回去我一定要 我给我妈说一下 我今天见到你了 咱俩喝个影呗 这样喝 今天超级访问 让大家看到大成 我们是愿意给他一个舞台 那今天我们请大成 给我们带来一首 你想唱的歌曲是什么 叫父亲 我记住了 本期幸运观众 将获得由中国会员果汁集团 提供的会员果汁果乐 或果仙美 谢谢 我先关没啥了不多 没啥了不多 家乡的百姓都不容易 求你个傻事别推脱 我说 父亲我记住了 啊 父亲 孩儿我记住了 你总在讲 你总在说 这世界离不开庄家人 离开庄家人 谁也没法护 谁也没法护 贵员果汁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